直到看到人影高中毕业的合影,网友才发现,这位九五后小花竟然和刘浩存是高中同学。 刘浩存顶着某女郎的身份出道,21岁的年纪已经拿下了几个大奖,除了和张艺谋导演合作,还得到了韩颜、韩寒、杨子等导演的青睐。 资源在零零花中,可谓一记绝尘,可与之资源不匹配的却是他的人气,悬崖之上他的演技备受吐槽。 四海中,他以悲剧收尾又被网友吐槽晦气,芯片念念相忘,更是还未上演,便遭到网友抵制。 2018年,任敏的处女作便是郭敬明指导的大营品作品《悲伤逆流成河》中的女主角易瑶,这部影片斩获了3.57亿元票房。 任敏也因此提名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,起点相当高,玉古瑶是中国当代奇幻文学作家苍月的代表作之一,有人称之为《静》,双城前传,他本就书粉无数,加上由肖战主演,更是一开拍,便斩获超高关注度。 肖战作为心境顶流,与之相关的一切都备受关注,何况其搭档的女主角,和肖战合作的杨子,李沁等女演员比起来,任敏的人气和知名度都略逊一筹,因此,他更免不了被质疑。 不难看出,对于任敏的生徒状态,网友都颇感意外,在镜头前看似平平无奇的他,实际上身材出挑,在人群中很是瞩目,即便适合一项以清冷也艳著称的周也同况,身高气质也不落下风,再加上代入感颇强的演技。 无怪乎资源这么好,还能和肖战搭档成为女主角,娱乐圈竞争激烈,能得到剧方的青睐,必有他的过人之处。 人民的资源,虽不及同学刘浩存,但凭借出众的演技,还是收获了不俗的观众员,加上他素日低调不张扬,路人员越来越好。 22岁的他,刚开启演艺之路没多久,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。